各位观众们你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号星期日 感谢你收看前进周报的节目 那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先祝福投资朋友周末愉快 我相信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针对这个周五的美股市的下跌 那以及下周一 入股将要开盘 那会非常担心下周的走势 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 一样会帮大家汇整最近这几天 重要的一些新闻 那包括从一些逻辑的分析 跟大家报告一下武汉肺炎这个事件 我们评估下的结论是如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就是美国禁止这个近两周 有曾经到大陆的旅客 禁止入境美国 那到昨天为止 宣布相关措施的一些国家 实施管制的国家 大概是63个 那也代表就是说 现在全球的各个国家 这是一个积极封锁 人口的流动的一个情形 所以其实现在全球都有很积极的 正在处理这个疫情 不要让它扩散 那现在全球的股市 也都在反映一些利空 比如说苹果关闭了 大陆的直营门市到9号 那大陆也非常多的一个公司开工 都延到2月10号到2月13号 同时武汉封城两周 为什么会讲两周的时间点 这个跟我们待会要跟大家讲 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时间 控制的一个时间是有关系的 武汉封城是在我们农历年放假的时候 大约在1月20号那个附近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 封城的时间也大概有接近一周多的时间 所以到下个周末 大概封城的时间两周也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是两周的时间 其实也是跟这个疫情的一个潜伏期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些全球的封锁 包括武汉的封城 大概预计在下一周 陆陆续续会看得到 这个扩散的一个情形 会开始得到一个趋缓 这是目前的一个结论 同时呢在下周一是 入股的开盘 入股因为延后开盘呢 其实也造成了台湾的股市 跟香港股市的跌势是扩大的 因为亚洲的一个相关的基金经理人 如果亚洲的一个资金要去做减码 台股或者是港股的部分 甚至是日本韩国的这些股市 提款的金额会加重 那在明天就要这个入股提前开市 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资金的宣洩之下 入股呢在去年 平均的一个成交量是2230亿附近的人民币 那大约是一兆的台币 所以其实延后开盘 这些资金的一个流动的部分 造成一个流动性 所以让这个港股跟台股的一个跌势是加重的 那如果说入股在明天开盘之后 这个资金得到一个宣洩之后 这些抽出的资金势必呢 有机会往一些比较看好的国家去 那我认为台湾是这个亚洲市场里面 相对上是比较有利的一个国家 所以投资朋友 在下周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你还是要必须要冷静 我们先看一下国际股市的表现 在周五的一个道琼其实S&P500 都呈现一个补跌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NASDAQ到这个上周四为止 这个红黑棒都捷径快要突破前高 那当然这个跟这个美国去禁止 这个中国的出入境 一些新闻 包括对于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部分 它去做一个补跌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强势市场去做补跌来讲的话 这个大概是一个恐慌的一个喧血 那你可以从摩台的角度 这是在新加坡有开盘的摩台指数 摩台在周五的一个期货盘是呈现破底 从技术面而言 这一个高档的区间往下跌破 这个等幅的测量的一个满足 其实在周五已经大概初步的满足 所以从技术面角度而言 我认为在下周再往下走 其实不应该去杀低 武汉肺炎的部分 有些重要的讯息告诉我们 这个疫情可能很快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束 首先是针对这个美国的这家公司 它是专门在开发这个筛检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公司 那这家公司它已经成功的一个开发出 能够去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的筛检 最近的一个新闻你可以看得到 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发病 但是他具备传染力 所以对于这个筛检上面有点困难 但是这个关于筛检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药剂 其实已经开发出来而且通过认证了 会有助于这个疫情的一个检测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投资朋友你有特别关注这两天的新闻 这个药物叫做瑞德西韦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药物 接下几天去长期做追踪 因为这个药物在美国的确诊的第一个案例 其实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 所以这个药物呢 瑞德西韦 在昨天的新闻可以看到到 在中国他已经注册了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那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如果说你有事对于医学方面有深入研究的是 只要经过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这个药物有效的话 他就会面临到上市 这个药物就有机会 立即的来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一个 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 市场上原先很担心说 去开发这个药物 然后经过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然后到药物上市 要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呢 这家公司吉利德 这个药物瑞德西韦 因为在 这个已经是一个试验的药品了 之前针对伊波拉病毒 但是这个对于 自武汉肺炎来讲 有具备一定的疗效 所以这已经是个试验药 而且快速性的在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而且中国大陆 监管部门 已经受理这样的药物 在2月3号 也就在明天 中国会针对这些病患 开始启动这个临床试验 因为这试验药要去证明说 它有没有对于人体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如果第三期的一个 临床试验通过的话 那这个药会正式上市 那就会更快速的可以帮助这个 武汉肺炎的治愈 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 致死率很高的一个 一个病情 但是如果一个药有效的话 会大大降低这个市场上 对于武汉肺炎的恐慌 所以在筛减上面 跟这个药物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有在这个假日 重大的一个突破 从这个加权指数来看 2003年当时的SARS 影响股市大约三个月的时间点 从这个大概也是开空盘 2月份然后一路跌 慢慢跌 跌到5月份 5月初才见到一个短线低点 那当时的融资呢 也是呈现一个撤出 那现在的台北股市的位置在这里 很多人告诉你说 当时的SARS发生 是在股市的低点 那现在发生这个武汉肺炎 也是在股市相对高点 所以这个一定会跌很惨 那投资朋友 其实你看指数 这个是个价格 这个指数的内容 当然有一些大型的全资股 把这个指数带上来 但是其实你可以去看融资的水位 其实现在融资水位 是比当时SARS还要更低的 甚至跟金融海啸的部分是差不多 所有的筹码 几乎都是在法人手上 所以台北股市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法人的市场 那从技术面而言 突破之后的一个回撤 其实回撤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在这里我们之前的节目 就跟大家讲过了 只要它不是跌破了11000点 这个地方的突破 变成是一个假的一个突破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多方的一个格局 它还是一个持续性的 那武汉肺炎跟2003年 当时发生的SARS 这整个环境实际是不太一样 当时的一个讯息的流通 医疗的水准 防疫的一个概念的部分 其实经过了17年 全球的一个防堵措施 如同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包括药物的部分 所以当时SARS影响了三个月 那我们自己评估 武汉肺炎 我预估是在一个月内 大概就是股市的反应是差不多 所以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的月线回测在这里 如果从前面的一个药物 筛减的部分 全球的防堵 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评估看看 我跟大家讲的 一个月内武汉肺炎 在股市的反应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结论 那从台北股市 国内的筹码角度 跟大家做分析 为什么我会讲说 法人的部分 对于武汉肺炎的评估 也大概是在一个月内 你可以从筹码角度可以看到 选择权的部分 在这个周五的部分 还是维持在1以上 整个全部月的部分 在1.34 这还是在一个多房水平 选择权最大位平仓量 在11400点 期货的部位 在这个周四的一个节目 跟大家谈的时候 五大特定法人是翻成净空单 但是在昨天 法人的空单 大致上有去做一些回补 十大特定法人 目前是维持一个小额的净多单 大概3000多口 农历封关之前 融资就已经开始呈现撤出 那这两天的暴跌 其实融资个股的部分 我们是扣掉ETF的 这个个股融资是继续性的减少 包括OTC的融资也是继续性的减少 而且这个减少开始有呈现趋缓 星期一的一个断头 很有可能是一个短线的一个 筹码的一个清洗的一个段落 所以我认为在周一的开低投资票 其实不适合去杀低股票 那再来就是从中国大陆的A50 2月3号这个A50 新加坡的一个摩根的一个交易 你可以看得到 2月3号 这个是在周五的电子盘 周五的美股是呈现拉回 台子期有跌破一个短期的低点 那1比1的等幅测量 其实也是差不多满足的 那从陆股 在这个明天要开盘 但是你会发现到 A50的期货盘 在1月30号之后的这根长黑 那包括像昨天的一个反弹 那2月3号美股的重挫 那你会看到A50是拉下引线的 而且它收盘是没有在破前低 跟台子期比起来台子期是比较弱 但投资朋友为什么A50表现会很强势 那A50表现强势来讲的话 如果明天入股开盘之后 能够开始收链跌幅拉下引线 那我认为这股市的反应 可能是告一个段落的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结论 我们认为武汉肺炎影响的股市 大约在一个月内 那下周可能就会见到短期的低点 封城的时间大概也是在下周 那相关的药物跟筛减的部分 其实也都已经出来了 那台北股市的一个内部的筹码面去评估 如同刚刚跟大家讲的 这些逻辑的分析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投资朋友给大家做个参考 但是见到短期的低点 并不是要大家去什么抢反弹或什么的 而是投资朋友你要去检视你手边的个股 这些个股产业上面有没有机会 那如果没有机会的 投资朋友反弹你还是要去做出场 这个是我们在去年8月27号 YouTube跟大家谈的 巴菲特曾经讲过 如果现在的利率是7-8% 每股会确实是太高了 但是以当前的利率环境 现在全球实施负利率 如果以一个投资的一个角度 投资朋友 你去好好去做个思考 现在全球实施负利率 如果你有一笔钱 这些钱原先假设你放银行 他就会有7%到8%的利息 那其实你这些资金 你放银行就可以了 你并不需要去投资在股票 甚至债券 因为这些是个风险性资产 会有波动 但是现在全球市场的一个利率环境 以现在的美国的一个联主会的利率 大概在2%左右 那很多国家实施负利率 这个利率非常的低 通膨也大约是1%到2% 所以假设你把钱摆银行 会被通膨吃掉 但是现在的利率环境 这么低的状况之下 国际局势稳定之后 这些钱势必 还是要找一些投资去抗通膨 你可以看得到到昨天为止 荷兰银行将存款利息降置为0 现在全球就是实施负利率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报告 这个国际股市 尤其是股市 最近这几年 你会发现到就是一个事件 快速性让资金抽离 但是资金会慢慢回来 为什么 因为就是钱太多 所以国际股市 包括台北股市 尤其台股的相关的筹码 跟一些产业性的一个成长个股 投资票其实你不需要这么悲观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去做空 甚至你持有空单的 我认为下周是一个 应该要去回补的时间点 我们在12月中的节目 跟大家报告过 汇率的周期 在第一季台股通常是走升值的几率比较大 那再来就筹码周期 就是在接下来要开股东会 4 5月份 3月份大概都是很多股票 要强制回补的时候 那再来就是我们跟大家谈的利率环境 现在是实施负利率钱太多 所以这个武汉肺炎 我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的冲击 而且结束时间点应该在一个月内 那我认为下周的一个时间点 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是我们跟大家报告的结论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请踊跃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老师一些帮助跟鼓励 你可以加入我LINE 我们IT是小老学权TEC 或者是什么这个标签 加LINE来了解你手边股票的问题 尤其筹码面有问题的 LINE的好朋友 我们每周都会提供信用筹码 有疑虑名单 2018年的7月份 我们告诉LINE的好朋友 国际的筹码没有问题 这是在礼拜日 7月3号礼拜二 国际创高到1310 其实你知道筹码没有问题 至少你不会去追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国际 同事朋友 是不是一个调整的时机 LINE的好朋友 我们在封关之前也跟大家报告 从很多的综合数据去判断 其实报股过年的胜率是比较高 那事后来看 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国际股市的拉回 这次看起来来讲的话是我们看错了 但是投资朋友 我们毕竟是分析师 我们不是算命师 在这个封关之前 其实没有传出人传人的消息 但是我在当时有提醒大家 融资大增 而且套劳在大型全职股上面 所以我们认为指数空间不是这么大 贵买的中小成长股是有机会的 而且我们提到 控制在五成资金左右 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股市操作 还是在于一个资金控管 下周有机会见短线底点 但是你持有的部位是大型全职股 如同我们在12月份 1月份都跟大家谈 我认为大型全职股空间不是这么大 而且融资有套劳 这是赖的好朋友都可以做见证的 假设你买的位置 是在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就算下周见短线底点再往上走 大型全职股外资的动向 要去做观察 包括像2317的鸿海 为什么12月份 1月份我们开始跟大家讲 不建议你去做大型全职股 联发科这档股票 如果说你是我忠实粉丝 你就会知道 其实在靠近400块以上的联发科 我就没有很推荐去买 因为联发科这档股票 我们是在2019年开红盘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 所以一档成长的个股 我会建议你在低估的时候 再去买进它 而不是在高档的地方 这个地方即便它有涨 但是在这个位置的联发科 它的风险其实是高于利润的 之前的开红盘 2月12号跟大家谈联发科 当时周线打一个打流比做突破 当时的股价在250几块钱 然后我们给会员的投资组合里面 提到波段的一个操作 当时代会没有买进联发科的证据 244.5这个的穿价证据 包括我们在250这附近的一个 加码的一个证据 当时节目都跟大家报告过 涨上来一直到9月份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 评估当时目标价大约在390块附近 所以在这个以上的一个联发科 我是没有建议去追的 订阅频道的忠实粉丝 你可以帮我们做个见证 下周即便有机会见短线底点 但是你要去买什么样的股票 趁恐慌的时候去买什么股票 我们用6290两尾跟大家举案例 在去年的7月11号星期四的节目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 股票单价60块以下 目标空间预估是4成 那后续在8月20号跟大家开牌 这张股票是6290的两尾 当时告诉大家两尾邀请的时候 在52块5 所以50几块的股票空间4成 你自己去推估 其实目标价大概是70几块钱 那两尾买进的证据 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 包括我在今天跟大家强调的重点是这一个 你唯有透过提前规划跟投资组合 在股市暴跌的时候 有些股票它跌到价值低估的地方 其实是你投资的机会 在去年8月3号 我给会员朋友投资组合里面的两尾 当时价值低估的相对位置 在47块半的这个位置 8月6号是股灾 6290两尾是不是达到47块半以下 所以你需要是一个提前的交易计划 后面的两尾在10月份的时候 它已经涨到70几块钱 从此粉丝相信我在当时节目都跟大家讲 70几块钱的两尾我已经不建议去买进了 因为这个目标空间事成的空间已经初步满足了 那武汉肺炎我在这个假日 帮助我的会员整理哪些股票 它已经跌到靠近偏低价位的股票 那我们一共锁定了10档股票 这10档股票在2020年是高成长 然后帮花股价 它已经靠近所谓低估的区间 那这10档股票我会放在我的一个会员专区里面 那这个概念其实跟两尾的部分是一样的 哪些股票是高成长的公司 然后跌到价值低估的地方 那投资朋友这个肺炎打下来 尤其在礼拜一的往下跌 如果入股往下跌的时候呢 见到一个短期恐慌的低点 那你该买什么股票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投资朋友这些钱你是赚不到的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些股票 这10档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落在5G概念股 包括5G的手机 苹果 人工物联网 半导体成长的 包括像电动车或是TWS 无线蓝牙耳机 那这些公司的成长率预估 大概都是两成以上 甚至八成 甚至成长性是非常高的 偏低的价位非常的靠近 所以假设礼拜一开低 这些公司预估的空间都蛮高的 礼拜一如果有符合某些的情形 那这些股票我会待会没有去做补局 假设你的资金 你有控制在五成左右 那当然在这两天 我都没有待会没有做出手去买股票 去拆低点 因为我的评估是还没有做到一个 直稳的一个动作 那我认为礼拜一的几率是有的 所以假设你有控制在五成资金 那现在当然有些加码的空间的机会 甚至布局股票的空间机会 所以投资朋友如果说 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这段时间你有做资金控管 那下周你认为也是一个恐慌进场的一个机会的话 那这十档股票是你的机会 有兴趣的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做好准备你才有机会在股票转向 或者是跌到一个偏低价位的时候去买进这些公司 所以你一定要锁定成长的公司 包括一个启动讯号的掌握 这是2049上营 为什么在1月9号 我会带会们去做布局 那一当股票是不是暴跌之后 才有一个很好的买点的机会 工具机的上营 我们是在1月12号跟大家报告 工具机在今年会有机会走复苏 那会员朋友的布局的证据在这里 1月9号 我们建议在276这附近去买 没有到价格在278这附近去做一个改价的动作 这股票也是我们观察一段时间 而且它本来就是我们投资组合的名单 上营这个股票在封关的时候 股价是创高的 那我带会们的操作 我们在这个封关之前 315以上我们建议会们朋友去做获利减码 我们保留1分之1的部位 那在1月31号的一个星期五 我建议会们朋友在305这附近 去把股票获利了结 这是对时对待的证据 那为什么获利了结也是一样 降低持股挡数跟保留后面资金操作的弹性空间 那礼拜一下周很有可能去出手 我们刚刚讲的锁定那10档的股票 所以看头顾节目该注意的事情 我在节目上都跟大家强调 一位分析师一定要跟大家预告 他看好什么产业 预备买进类似什么样的股票 拿出会员计下的时候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也就是对时对待的抗讯 抗讯一定要打日期 尤其左上角通数非常重要 像这位老师在9点19分开盘不到20分钟 可以发63通抗讯 这个如果买50档100档股票 讯息作假 然后要跟大家讲对的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我的节目 节目上都跟大家提前预告 我们会员朋友布局哪些股票 跟对时对待的证据 9月13号跟大家讲 会员朋友买在537附近的496的普瑞 包括3533的加者 会员朋友买在248.5 这是在去年9月16号的影片 当时跟大家报告的 那加者从这个地方买进之后的往上涨 这些股票是不是产业向上波段的成长股 从248这附近一路涨到300多块钱 在封关之前最高来到355 这个价差超过100块钱 496的普瑞 虽然他不是连续往上喷的股票 但是他是缓步走高 买在537这附近 他缓步走高 在这个封关之前最高呢 是来到了679 然后这个盘氏的影响 武汉肺炎的影响 他有往下打 但是在1月31号 他还是能够收红 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撤出的资金 他要回来去买股票的时候 他还是会去买一些成长的公司 所以投资朋友 关键还是在于成长的公司 你手边的股票是不是成长的公司 如果这个盘氏指吻 你手边股票是衰退产业的股票 他还是会往下跌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盘氏如果有机会在下周指吻 并不是告诉你说 你手边股票不要去卖 不要去处理 而是关键在于 你的股票是不是成长的公司 3376新日新 我们在12月份 1月份跟大家讲的多方三支键 无线蓝牙耳机 高度的成长 那新日新的股票 会员朋友布局在121.5这附近 包括124附近的加码 然后在这个开轰盘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些股票 在风宽之前的表现 已经来到150 股价表现非常的强势 1月31号 这个武汉肺炎 他又打下来 但是在上周的周线 为什么他能够收红 投资朋友 资金回笼 他还是会去买一些成长的公司 那这些公司 并不是要你去追高 而是要跟大家讲 这些股票的目标价 我们会员是知道的 是有规划的 3105的文帽 5G的产业非常的好 但是个股的时机 掌握 还是跟筹码面有关系的 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文帽的筹码面 信用筹码面有问题 这段时间你去买文帽 投资朋友 基本上就是套牢 你会非常的痛苦 那文帽这股票 在上周武汉肺炎开低之后 他走高的 周线他是收红的 这跟大盘的表现明显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附近 文帽他出现一些支撑 所以在这个节目 要跟大家强调是 你要锁定成长的产业 而且公司必须要受贿 在这些成长的产业 那放空其实也并没有说 绝对是错的 而是要跟投资朋友报告是 你要卖出跟放空 衰退产业的股票 所以你不要去空这些 所谓的成长的公司 所以投资朋友 下周要去注意的事情就是 我们提到 瑞德西韦展开了临床试验 那这个临床试验第三期 是不是正式的OK 把药品上市 那这个疫情就有机会 快速性的得到一个控制 那现在股市就是在反映 这个很多的一个工厂 延后开工 然后第一季营收的影响 所以现在股市正在反映着利空 那如果已经在反映的事情 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你再去杀梯 就没有太大意义 那如果时间拉长的话 影响一定是更大的 但是从前面的一个综合评估来讲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认为一个月内 在2月份 应该事情就会暂时的一个落幕 那股市的反映更是提前的 所以在下周的部分 投资朋友 各股有反弹 如何处理 你一定要加入我们LINE 那帮花台北股市的环境 经济的环境是不错的 资金是持续性的申请回台 资金回流到台湾 做一些建设 资本支出 所以针对台股的部分 我们看法上面 没有这么糟糕 那如果入股开盘之后 抽出的资金 有没有机会前进台股 这个对于我们盘中的工具 也会看得出来 所以投资朋友 你需要一个提前交易的计划 这10档股票 我们已经先准备好 价位也设定好给会员 是你一个投资机会 跟反败委员的机会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这里 点选箭头 下面或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你可以再体验 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持股的部分 又会用系统 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你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